来自南风都市报播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赛季的欧冠联赛开始时间较往年有所推迟。 7月1日欧足联公布了2020-2021赛季欧冠联赛的日程安排,比赛将于10月20日打响,2021年5月29日进行决赛,决赛地点在伊斯坦布尔。 另外对于本赛季,此前欧足联就公布了本赛季欧冠的完赛方案,所有比赛将于8月在葡萄牙进行。 其中,八强之后的比赛将以单场淘汰的方式决出冠军。 6月17日欧足联宣布本赛季欧冠联赛决赛阶段的比赛将改在葡萄牙里斯本进行,将于7月10日进行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抽签。 四分之一决赛将于8月12日开始,最终的欧冠冠军将于8月23日产生。 但对于是否空场比赛,以及尚未完成的四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举办地等问题,欧足联方面尚未做出最终决定。